维多利亚的秘密 走秀的模特这件事情 马蜜蜜有一些问题要请教你 真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 今天我跟康永哥 还在后台讨论了半天 就是我们两个一致的好奇 就是维多利亚秘密 这么高大上的一个 秀 秀 他的后台是怎么换衣服的 他的后台就是正常换衣服 正常换衣服 正常换衣服是怎么换衣服 那你不把衣服脱下 要怎么把衣服穿上 我真的有在那个老外的那个后台待过 而且几次那些老外全部裸体 男生女生一起吗 全裸 男生会穿底裤 女生好像就是 没有 就有穿内衣 但是 女生会不穿内裤吗 有穿内裤 但是内衣好像不穿 就是第一个那种 对学生经历了那一次之后 你知道西梦娥的工作 就是在后台的时候 就是那个样子 是吧 她平常在家也这样 你平常在家也这样吗 我平时在家就穿个睡衣啊 对啊 没错啊 就是什么意思 睡衣是带翅膀的吗 你在家也要劈那个翅膀 走出来迎接客人 所以马秘密还想要问你 除了后台之外 面试内衣秀的模特 要怎么面试 妈呀 我们就要换衣服 然后换成内衣 然后去面试这样子 穿上到那些 秘密想要知道 如何才能够成为 这个面试的评审委员 或者后台帮助换衣服的助理 也可以 就这两个职位任何一个 还有一个职业 对吗 就是可以给那个 维密去磨那个 身上磨那个粉粉和油粉的 而且是男生 是男生是帮他们磨那个油 我们所有人出去之前 身上都要喷那个亮闪闪和那个油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房间 专门磨的 小黑屋 你就进去 然后开始磨油 我下一次碰到马东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后台看到他 我在小房间里面 拿磨的那个 你还要泡我油吗 应该是你最想做的工作吧 对啊 康永哥 下次你见到我 如果两个手油油的 你就知道我刚刚出什么地方回来 马油油 这件事情啊 真的问张大大太重要了 就是 听说你是披图界的第一高手 对 如果我认第二就没有第一了 请问你的照片 一定要披的部位是 腮帮子 因为我有那个婴儿肥 其实就是胖 然后我一定会把它往里面 谁说你说那是婴儿肥 婴儿肥是婴儿肥 那换的词 婴儿肥 对还是婴儿肥啊 就是我有一点点 所以我每次会把那个腮帮子 往里推三分之二 应该还有吧 所以其实我们看的时候 就自动往外想三分之一就行了 现在有一款软件很厉害 就你批完图 不会有个美图功能吗 现在有个叫做还原美图钱 你下的那个APP 把你朋友批得很美的照片 放进去按一键还原 你朋友的鬼模样 就会全部显现在你的手机上 就是我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 叫显灵APP 就是